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官宣制服罩的时候就被姐姐吸引了感觉好有气质赶紧去搜姐姐之前的物料太可了吧 唱歌跳舞都好棒韩帆好好听哦果断pick 整个就是炒鸡田的逆压入股没错了 写这封信的时候请你才播了一期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你看到呢 或许对你的了解还不是很多 但是慢慢来的没关系 一点一点发掘宝藏肉肉 在训练室要加油哦 很累的话还是要休息的 不要逞强相信我们肉肉是最棒搭 才不会被困难打倒 用实力说话吧冲牙肉肉 微博ID是蜡笔小肉肉啊 加了个心马上就要升高三了 外语真的好难啊羡慕姐姐的语言天赋 要是幸运被姐姐念到了 可不可以给我鼓励呢 爱您2002年3月时期 首先先鼓励马上升高三 高三的压力特别大 所以要调节好心态 然后明确自己 我就怎么开始教育人了 首先高三加油 然后要稳定好心态 再要相信自己 对你是最棒的 一定可以考出好成绩 去到想要的地方 多远都可以到达 高三一定要少玩手机 多刷题 但是可以看看我 然后我没有什么就是 我的一技之 我最突出的一技之长 就是搞学习 所以在这里就是 帮你一起祈祷 保佑你考神附体 突如我亲爱的徐梓茵 Rhoda永远爱你冲腰 紫色的 Hello my dear Rhoda 你是我在两年前挖道的宝藏女孩 真的很高兴也很幸运 你能出现在我的世界里 真的很感谢你去参加了 这次的青年2 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展示一个独一无二的你 我们肉团们都知道 一路走来是有多么不容易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时 你依然坚持勇敢向前 肉肉你真的很坚强很勇敢 换做是我的话 可能都很难会继续坚持下去了 你真的很棒 还记得你曾经说过 被迫成为这样无所不能的人 中压好像真的能出奇迹 一个人完成了出舞台的编曲 和声舞台设计 顶着如此大的压力 努力翻阅每一座阻挡你的高山 我知道你是坚不可摧的呀 宝贝 你要 宝贝 你要相信这一切的努力 与用心是不会白费的 回报他可能会迟到 但他永远不会缺席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即使在很不起眼的角落里 在这一次的顺位成绩发表中 你获得了29名这个位置 从60到49再到48 然后是现在的29 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看到 我真的特别开心 特别感动 真的真的 请你一定不要质疑自己 你很值得 对不起肉肉写错字了 总之姐姐一定要相信自己 勇敢做自己 不要在意他人世俗的眼光 还有姐姐记得照顾好自己 注意休息 不要有太大压力了 我们会心疼的 肉团家族的雕雕 望月于真 我知道这个粉丝 我 我有很眼熟你 2肉肉 第一次入坑是因为你那天的机场图 哇哦 那么多选手里最吸引我的就是你 现在想想 一定是因为你独特的气质吧 后来节目播出 看着你从初来乍到的小朋友 一点点变成很多人注意的小女孩 从第六十名慢慢上升 看着关于你的微博下面 有越来越多的人夸赞 我的宝藏女孩终于被大家发现了 既欣慰又感动 因为你我学会了修图 制作GIF和画画 你真的就是有我的风范 恭喜你新get了那么多的技能 就是像技术宅靠近 用自己的力量为你做些东西 哪怕很小我也愿意去努力 为了你而学会的这些技能 也让我在很多方面都能够用到 在很多不想坚持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你自学编曲创作 想到你为考试冲刺 想到你保研的好成绩 每当想到这些 自己也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希望你在这次比赛里好好训练 好好唱歌跳舞 实现自己的梦想 希望你多多表现 多多争取机会 一定要自信 因为你真的很棒 我们也都想看到你展示自己的实力 最后你一定要开开心心加油训练 我们一直都在 从小然29号梦境 我觉得这个粉丝还蛮了不起的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get了好多新的技能 一直在想能给喜欢我的人 带来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这种支撑是互相的吧 其实一路走到现在有很多时候 我自己也撑不下去 但是就是当你自己觉得快要不行的时候 然后一看到微博上面他们给我的回复 然后粉丝对我就是粉丝对我说的一些鼓励的话 就觉得自己好像有能撑下去 但是就我不太会表达 但是我内心就是内心想的东西很多 我不太会用言语 不太怎么知道用言语去把它说出来 就我 嗯 嗯 我对我的粉丝一直有点愧疚 就是 就是 其实 嗯 从我有第一个粉丝开始蛮多年了 因为小时候就是 在网上也是发了一些歌 从那个时候真的有粉丝就是从我当时 十三岁一路到现在都还在的 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但是其实大 其实现在的结果 嗯 并不是那么的 怎么讲 不是我想要给他们的那份满意的答卷吧 我对自己的表现可能 期待 我对自己的期待会更高 我也觉得粉丝对我的期待会更高 嗯 所以一直有愧疚 就是这么多年来 并没有什么特别实质的东西可以回报 给你们 所以我特别高兴就是看到你们 因为喜欢我get了一些新的技能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很有用的东西 是生活和发展有很大帮助的事情 这也是我希望的吧 就是 我的粉丝能够因为看到我 所以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对 然后我也 嗯 一直在努力地做这件事情 就是 让自己变得更好 我知道你们一直等得很辛苦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 就是算等到头了 可能又或是只是其中的一个 嗯 只是其中的一个落脚点 我可能还要继续再往前走 但是 就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 对我一直不离不弃 我能做的就只有 比以前更努力更拼命 对 在这里我快把命给豁出去了 嗯 成果不知道 但是 你们是我想要拼命的理由 大家通过爱奇艺泡泡APP上写的信 我也都收到了 以下是泡泡信箱 线上部分来信 肉肉肉肉肉肉 真的很幸运能够认识你 并且喜欢上你 你是很与众不同的女孩 你真的太佛系了 呃 但是只要你想做的事 我都会陪着你支持你 肉肉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个宝藏女孩 你的路人缘很好 嗯 你的才能会被一点一点挖掘 所以你千万不要失去信心 你的身后还有好多好多肉丸子陪着你呢 你一定可以走到最后 梦临旋律 因为我真的 我真的很错 我很 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 可能 我的 我内心的想法是一片大海 但是我的语言 遥述出来只有一滴水 我能够 做的表达方式就是 通过我的实际行动 踏踏实实的 去做好每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的表达方式里 对你们最好的回报 嗯 虽然可能 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希望你们能够看到 很期待你下一场表演 你那么亮 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被你吸引 你要好好吃饭 好好睡觉 保持好的心态和状态 迎接下一次的舞台 另一段征程即将开始 我们会为你疯狂输出 双星星爱上堂 下一场表演 好的 可言可甜无力肉 声乐舞蹈样样行 可可爱爱惹人 爱你头我头肉肉球 紫音加油 让我们在更高的山峰相遇吧 爱你 从爱睡觉的多礼 嗯 朋友我看你有 你骨骼青旗 可能有写rap的天赋哦 就是这个韵鸭的蛮好的 突叙紫音 肉肉肉肉我赌五毛钱 你一定不会抽到我的这封信 你要给我五毛哦 但我还是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你知道吗 你说的那句话 演戏可以一辈子 青春只有一次 真的给我们肉团 带来很大的感触 我们总能从你的眼神中 看出你对舞台的可欢和热爱 你的实力 你的梦想永远不会离开你 背弃你 我们也不会离开你的 最后你一定要注意休息 不能因为训练而伤了自己的身体 我们都喜欢看到你的活力满满 还有肉肉的你 少吃点冰淇淋 这都被你发现了 梦琳旋律 还是她 哇 突肉肉许子音 你知道吗 喜欢上你真的是一件 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你值得被大家看到 值得被青春制作人 附上最前列的名字 值得让我四处奔波 向别人安利 更值得你一步一步成长 走向最好的自己 你是许子音 你也是我们最爱的肉肉 你看不远的将来 你也会实现自己的承诺 我们会一起在这条花路上走得越来越远 多远都可以到达 追梦路上 你是努力刻苦也 一直坚持的人 你一定会成功 未来要一起走最漫长的花路 困困 我知道 我不会一起走 我不会赶快 你会开始带别人公司 因为我自己赶快 你会在这条花路上有点 所以我可以展示 特别顺利 一直都是第一什么的 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 就是我 所有得到和争取到的一切 都是靠我一百次努力 得到的一次机会 但是这话 就是说的好像别人不努力 就是比如说 之前的那几部戏 可能真的是我 就是一天跑三四个组 跑两百个组 试两百次戏试中了一步 但是我很坚定的 因为 就每次看到这些内容 我就会觉得 我怎么能够不为这些人 拼上我的性命 我怎么才能成为一个 令人骄傲的存在 其实我现在就是还 还差得很远 就是在这里 其实每一步都走得蛮艰难的 但是我还能撑下去 我还能接着往后走 我还努力想要接着往后走 所以我不会放弃 粉丝都知道 我来这里的路可能比较艰难 就是中间遇到了一些变故 很多事情要自己做 但是那么难的情况下 我也没有 从来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和你们见面最快的一条路 就是每次 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 就想着 马上能够和你们见到面了 所以就坚持下来 其实你们也是我一直以来坚持下来的原动力 对没有你们我走不到现在 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然后徐老师没有什么特别实质性的东西能够给你们 我在这里就给大家分享一些 我认为最实用的一些学习上的小贴士吧 因为我知道很多粉丝马上要中考高考 然后考研 所以我在一些背诵方面 有一些小小的心得 就是在你 比如说考试之前 与其单个单个地看一些 就是很详细的知识要点 不如首先把这本书 就是把你的课本 从头到尾看一遍 完了以后合上课本 拿出一张白纸来 画一张就是树状的 整个理论框架的图 然后去分析 这一整本课本的内容 它主要想要教的是哪几大块 考试当中当碰到解不开 或者没有头绪的题的时候 其实可以尝试着站在出题人的角度下 你要是出题人 你会考虑往哪个方向 考哪些知识点 然后结合平时老师告诉你的重点 重点考察内容 这段可能会重点考 然后去一一对应 比如说尤其是文科的一些题 你可能抓不到 阅读完了之后 抓不到应该往哪个方向答的时候 你可以整张考卷翻阅一下 就是分析一下 这一整张考卷 它的知识的侧重点 然后在那个知识的树状图里面 缺哪一块知识 然后多半就会在 就会在那个重点里面出 尝试着从出题人的角度来看 解不开的题 可能会有新的思路 少看手机 多刷题 保持营养 不要怕长胖 多喝胺基酸 对 对 好